据法国媒体《费加罗报》2号报道 法国 德国等多个西方国家 未来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 报道称 法国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 6到12门凯撒自行榴弹炮 这些自行榴弹炮没有列装过法国军队 而是原本计划给丹麦军队的订单 但最终决定转交乌克兰 在此之前 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约20门凯撒自行榴弹炮 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2号表示 将向乌克兰提供16门苏珊纳2榴弹炮 由德国丹麦和挪威共同出资 在斯洛伐克生产 预计从明年开始交付